大家辛苦了 就是这个团队走到这里 每个人都是不容易的 然后大家都咬住了自己 需要去克服的难关 才有了我们现在 就是可以站在这 这么轻松愉快的 这个接受采访 中心社中心网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是中国国家艺术体操队 在本次巴黎奥运会上 我们也是获得了 艺术体操集体项目的 第一块金牌 首先肯定是非常激动和兴奋的 我觉得因为我们项目 很久以来就是 就是很难很难 才能登上领奖台 然后包括就是 到最后我们能唱国歌 这真是之前想也不敢想的事 然后所以其实 更多的是感动吧当时 就是我们这套球带整体是汉唐风 在编排初期我们也请到了古典舞老师 来教我们身孕气息这些的 然后很多动作也是参考了古典舞的一些动作基础 然后再加上孙老师的想法和编排再进行改动 就是这套在我们比赛上更多就是传递中国文化 就是我们的文化自信 然后把中国的国风走向世界 而让世界看见中国 我们也是想更好的向全世界 呈现我们中国的中国向上的地点 对于这次的比赛 首先我们完成的非常好 然后就是也把我们 就是平时锁链的也都发挥出来了 十分满分 我觉得这一次大家都是 尽可能地做好自己 做到自己的最完美 然后我给大家都打十分 我觉得就是做好自己 然后我们也做到了 我们平时训练中所做到的一切 然后也是表现得非常的好 然后是十分 我觉得就是我们做到了 平时训练的所有 就是大家也是把训练 该有的水平全部发挥出来了 给我们打十分 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拼尽了全力 我也给我们大家打十分 首先不断地要撑拉自己的身体 就是这是最最最最基本的 然后其次是因为我们是一个集体的配合类的项目 就是我不代表说我今天状态很好 我完成好了自己我就可以下班 就是我们需要把五个人同时都调动到同一个兴奋点上 然后我们要去共同地完成到这一套 就是让教练觉得 嗯今天完成的很好 我们才可以结束 就可能说你一个人练的时候 你只要做一次 但是我们五个人练的时候 就是它的基数就是五次 我们成功的秘诀就是 我们不去过多地想最后的结果 而是在意我们当下的那一下完成 然后我们就是每个人都在全力以赴地 完成我们当下的动作 然后去把它尽善尽美 稍微缓一缓 然后回家看看爸妈吧 因为我们其实很久很久没有回过家了 想吃我爸做的 他做的就行 我不挑 回去以后肯定是想先休息 放松一段时间 然后就准备投入下个周期 别